今天来说说金刚经的奥义 无声乏忍 为什么有的人 即便是身处逆境或在人生低谷 依然能逆天改命成就一番大业呢 如胯下之乳靠飘母诗时的韩信 或当乞丐的朱元璋 秘诀就在金刚经重点诠释的这四个字 无声乏忍上 本文就给你来一记猛药 让你明白 从前很多你抓紧不放的东西 其实一文不值 别人再也不敢小瞧你 看你能听懂多少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何谓无声乏忍 佛陀在金刚经上说了一个故事 割力王 就是割结佛陀前世身体那个国王 佛陀说 如我惜为割力王割结身体 我于耳时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寿者相 面对割力王往他身上割肉的灵池酷刑 人如仙人没一点念头 虽然血流如注 非常痛苦 但也成全了他修忍辱波罗蜜 达到无声乏忍 首先得搞清楚佛陀能忍的一个重要观点 就是领悟法身本是不生不命 没有生死 以诸法实相宇宙法则来说 人的生命是不停轮回的 而佛陀不为生死苦痛修行忍辱 因为他追求的目标是成佛 而至于无声乏忍的境界 必须先有智慧与慈悲 因为忍辱是建立在大悲心与菩提心的基础上 有因缘观和慈悲观清楚地知道 当下的一切因缘果报都是自己业力的感召 不是害我的人造成的 面对困境恶缘 我应该无怨无尘去面对 而凡夫在困境中如果能不被表象迷惑 看紧目标 有定力也是乏忍 如此反而能转逆为顺转为为安 回到本文开篇所问的 为什么有的人 即便是身处逆境或在人生低谷 依然能逆天改命成就一番大业呢 因为这种人跟佛陀一样 有无声乏忍的境界根本不把苦当一回事 跟忍辱先人被割肉一样 社会毒打众人鄙视对他们都起不了任何作用 佛陀修行想成佛 而他们修行只想成功 非常明确地知道 所吃的苦只不过是生命的养分 因此他们将来必成大器 举个例子 当公司业务受到重大挫折 从领导到普通员工全都方寸大乱时 唯独角落里有一位无名小兵 他不动如山 隐忍不乱 认真完成手头上的任务 换作你是领导 会不会对他另眼相看呢 就像韩信忍住胯下之乳才有国事无双 释迦牟尼曾说 每个人都有顿悟成佛的前置 所谓自信 就是指的是佛性 但为何又说佛性会被束缚呢 因为现实世界有一些虚幻的东西 在阻挠着人们的开窍 具体来说 现实与虚幻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一点是外界的道德和规范 比如社会运转的机制 各种教育信仰主义思想 集体主义将人类的思想统一 社会化 为了让社会国家机器更有效率运转 通俗的说 必须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人不再是自己 而是为社会而活的灵界 因此人社会集体化后 便会束缚自信 第二点是人们自身拥有的七情六欲 比如视听触位秀 喜爱恐惧等 这些与生俱来的感觉和欲望 本质上也是虚幻的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 是因为相应的神经突出 将信号传递给了大脑 大脑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让人们产生了复杂的感觉 金刚经理强调的无声乏人 就是让你认清上述事物的虚幻性 从更高的格局层次看待世间万物 进而在言行举止中 自然流露出泰山崩于前 而不改其色的王者气场 但知道无声乏人的含义 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立地成佛了 因为在修忍辱中 普通人要经历几个过程 第一阶段是从愤世嫉俗到忍耐愿增 是普通人在逆境中的共同起点 谁都不例外 位于该阶段的人 往往有着强烈的是非观念 但是因为地位卑微 他们又改变不了什么 两相反差 使这些人对被冤枉被误解 被愿增的事情和现象格外敏感 而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 甚至能气得发抖 睡不着觉 对抗愤世嫉俗的修行 佛教称之为耐愿害人 简单来说 就是在心理机制上 直接无视外界的愿增毒害 有句话说得好 叫凡心事就像故事里的鬼魅 只有你在关注他时 他才会附到你的身上 而忍耐怨僧的法门 就是不把他们当回事 第二个阶段是从 完事不公到安受苦难 做到了忍耐怨僧 也只是开窍的起点 下面的两个阶段 如果没走对 一样会前功尽弃 首先是完事不公 当一个人把不当回事 形成思维惯性时 他很容易养成爱砸砸地 与我无关的性格 于是不愿意过多解释 哪怕这件事非常的关键 比如曾经规划的创业目标 轻易放弃 他们认为奋斗太苦 躺平更直接 那么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什么呢 按照佛经理的说法 叫做安寿苦忍 就像股票大作手 利弗莫尔 曾说的 亏钱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并没有从中获得 任何有用的信息 因此面对苦难 面对失败 不是抱怨 更不是躺平 而是 在平地调 他带给你的感官冲击的同时 转化痛苦 魔力内心 追求真知 这就是安寿苦忍的精髓 第三个阶段 是不执着于外物表象的至高忍性 最高层次的忍性 金刚经理用八个字来形容 不取一项 如如不动 意思是说 一切事物的外在表象 都是从事物本质衍生出来的幻象 眼前所见并不是真实的 因而无需过度执着 那么应该执着于什么呢 真正要执着的是 破迷起物 洞悉本质 让本我能铭心见性 特斯拉的老板 马斯克小时候特别害怕天黑 但他没有向恐惧屈服 而是去探索天黑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当他了解了可见光的红外成像原理 天黑只是可见光波长范围之内没有光子 有所研究后 自然就可以忍耐天黑不害怕 理解真相就能忍耐了 修无生法忍也一样 当修行的智慧已经能体悟空性 对于诸法不生不灭又透彻体认 我们就能理解今日命运种种不顺 懂懂逆境恶元 皆是我过去所造之恶业果报 这些痛苦回向回来 是在帮我消业障 无生乏忍就是一种业障转化的过程 面对逆境痛苦 我们的内心要定下来 不取一项 如如不动 不被逆境干扰 对人生目标不退转 坚定地往正确的道路上走 这样很快就能实现逆转顺境 甚至逆天改命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启音乐